哎 你干嘛啊 不明白吗 哎 我妈说 你孩子要矜持一点的 我们才刚然睡不久啊 哎呀 你妈当时老司机老是那 别听了 哎 这样吧 那个 我给你出三道题 只要你答对一道 就怎么都行 那好吧 你说吧 第一题 有个国家规定 在星期天只能出售像水果这种 有时效性 易编制的商品 而出售像图书这种 在短时间内不会编制的商品 是违法的 那么应该怎么做 才能在星期天 把这两种商品都合法的卖出去呢 不知道 那第二题吧 一只猫发现离它十步远的前方 有一只老鼠 猫的步子比较大 相同的距离 猫没跑五步 老鼠要跑九步 但是老鼠的动作快 猫跑两步的时间 老鼠能跑三步 问猫能追上老鼠吗 跑多少步才能追上老鼠呢 你这都是什么题啊 这么难啊 谁能会啊 那我给你出个简单的吧 三加二让一起 等一跳 你答对吧 给人带关注一下吧 来老公 你先吃点水果 一会我去做饭 你再吃点海鲜 老婆 你正好 我感觉 我对不起你 我 被上你出轨了 哎呀 别说那些不愉快的事了 来 再吃几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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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法治社会 故意算是犯法的 来 再吃一口 嗯 auch 有一会儿我去给你做点海鲜 多吃点 在哪儿跟路一下吧